赵薇翻车杨子受影响,工作室未发文澄清,网友怕余生延迟播放 近日,国家正在展开清朗行动,这次国家的力度很强大,为此很多明星都受到牵连,大家纷纷称呼娱乐圈要变天了 其实,娱乐圈乱象不是一天两天了,彻底应该整治一下了 明星群体也很庞大,只要有一个人犯错,其他人均会效仿,还是希望每个人能截身字号 这次明星艺人以及他们的工作室,为积极响应国家网信办的清朗行动,纷纷出来发布理智追星倡议书 而备受关注的杨子、肖战二人也接连出来澄清,倡导大家一定要文明上网,抵制网络暴力,拒绝拉财引战,谩骂护私等不良饭圈行为的发生 肖战、杨子两人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将于9月8日播出,两人这个时候出来发文倡导大家理智追星,也是为此布局做铺垫 毕竟,大家都希望自己喜欢的偶像能风轻气正,连结自律 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真的很重要,现在是一个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如有任何偏差,当会对青少年造成很大的伤害 青少年未成年,需要依靠父母的钱来生活,这个时候容易被外界的环境影响学坏 为此明星、偶像们对自己粉丝的正确引导,一定会为青少年的教育做出良好示范 在杨子发布长文后,肖战工作室也发出了倡议书,希望大家能积极应对国家行动,做一个守法懂法的好公民 两人一前一后出来发长文倡导粉丝理智追星,这两人做出了正确的示范 在两人发布公告后,很多明星工作室也在发文倡议 今天早上一醒来,赵薇又登上了热搜 随后,赵薇被作品除名,其代表作下架,但很多人不知道赵薇到底怎么了 要知道,当时杨子一直把赵薇当成自己的偶像 前一段时间,张哲瀚翻车,杨子作为张哲瀚的朋友,也受到很多影响 而张哲瀚是赵薇旗下的艺人,赵薇又是杨子的偶像 为此,赵薇今天翻车后,杨子、赵薇这捆绑的名字便再次登上了热搜 其实,杨子这次有些冤枉,因为赵薇是自己的偶像就要负连带责任吗? 要知道,很多人都把赵薇当成儿时偶像 当年的一部环珠格格也算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如果就此把杨子和赵薇连在一起,那对杨子来讲确实有些不公平 不过,赵薇的事情,今天才发酵 如果这个时候,杨子工作室能再出一份声明,撇清和赵薇之间的关系 那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不发文澄清,那很有可能影响9月8日余生 请多指教的正常播出,为此,粉丝们可操碎了心 只不过,这个时候,撇清关系,确实有些落井下石的感觉 但在民族大义与正义面前,这些都不算什么 毕竟黄晓明和赵薇这么多年的好友 黄晓明的微博说取关赵薇就取关了 不知道黄晓明的这一操作是否会影响他和赵薇多年的感情 但黄晓明的这一操作被很多人称赞 要知道,和国家立场不明的人相处,一定要保证自身的连结公正 黄晓明的这边,让我们在一起 期待韓岁犯上的功夫 无忍